宴会王 陆飞的13场宴会 有宴会的地方不一定有陆飞 但有陆飞的地方一定有宴会 受到红发的影响 开宴会这种事情 可以时刻触动陆飞的DNA 从陆飞 索隆 纳美 乌索普 在梅利号上一起举杯 到鬼岛战前十人俱首的临时宴会 草帽团开宴会的场面 早已成了最温馨最欢乐的场面之一 当然 陆飞也喜欢将自己的热情和喜悦 和所有人分享 第一 可可西亚村宴会 为了庆祝陆飞打败阿龙 帮助这里的民众摆脱压迫和苦难 大家和村民开了一场持续三天的宴会 三次担任主厨 给大家做饭 乌索普因为打败了阿龙的一个干部 硬是在这吹了三天的牛逼都不累 约瑟夫 筷子插鼻孔的助兴舞蹈 也成了今后宴会必不可少的东西 陆飞在贝尔梅尔的目前和阿建约定 绝对要一辈子对纳美好 第二 伟大航路威士忌山峰宴会 草帽团进了赏金猎人的窝 参加了一场危机四伏的黑暗宴会 但不知情的大家 玩的倒是很开心 纳美索隆一共喝倒了28个人 陆飞吃倒了三个厨师 山智同时和好几个女生约会 乌索普例行讲他和伟大航路怪物战斗的事迹 大伙睡着后 索隆一打100个赏金猎人 开启乱杀模式 破除了这里的阴谋 第三 阿拉巴斯坦宴会 陆飞打败老沙 国王宴请草帽一伙 但是陆飞他们的吃相 尤其是陆飞的无差别吞咽 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吃懵逼了 一向严肃的国王和卫兵也被带动了情绪 一起和草帽一伙庆祝狂欢 第四 空岛前夜的宴会 草帽一伙和菱形大叔他们结下了友谊 算是给陆飞他们的送行宴 一群有梦想的人 在那半个小屋里面把酒言欢 山智做了秋刀鱼全席 索隆在拼酒这事上 当然是来者必战 战之必赢 第五 空岛野外的篝火宴会 纳美确定了黄金都市的位置 大家非常兴奋 准备开始新的冒险 山智为大家准备了烧食炖菜 而且一大群云狼也参加了这场宴会 大家围着篝火在歌在舞 尽情欢乐 也看得出来 罗宾越来越多的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从这里开始 罗宾应该就真的喜欢上了这群人了吧 第六 全空岛的宴会 陆飞打败了埃尼路 敲响了约定之中 三地亚人和空岛原住民 甘愿结束了长达400年的矛盾 纳美和收入经费的老婆婆 只聊感情不谈钱 索隆和之前的对手布拉哈姆 一起喝酒一笑闷人愁 不管是青海人 白海人 山地亚人 此刻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 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第七 水之都宴会 陆飞他们救回罗宾 弗兰奇烧毁冥王图纸 破灭了世界政府掌握冥王的计划 回来后和卡雷拉公司 弗兰奇家族等水之都的人 开了一场盛大宴会 主要是这场宴会 陆飞花了一亿被利 估计是把全城的酒肉都给包了 不过还很贴心的给纳美留了一打 事后被纳美暴打了一顿 第八 恐怖三维翻船宴会 莫利亚被打败 大家的影子都隐归原主 重获光明 草帽团和罗拉海贼团 举办了劫后余生的宴会 山智为大家准备了美味佳肴 布鲁克弹起了宾克斯的美酒 并带着环绕世界一周 和拉布重逢的约定 正式加入草帽海贼团 只是陆飞等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此刻重伤不起的索隆 在这场宴会之前经历了什么 第九 女儿岛宴会 陆飞征服了女帝 并俘获了她的芳心 女帝设宴安排了各种海王类特产美食 陆飞身边即使没有伙伴 她在宴会上也一如既往的社交牛逼阵 敞开了肚皮吃喝 还把草帽团的企业文化传播了出去 其他人也不再压抑对陆飞的好奇 争先恐后的要摸摸看 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三智表示由衷的羡慕 第十 愚人岛宴会 草帽团打败了以霍迪琼斯为首的 新愚人海贼团 陆飞还意外帮白星 觉醒了海王的力量 拯救了愚人岛 人类和愚人的种族矛盾 也得到了历史性的缓和 尼普顿国王倾其所有大摆宴席 宴情草帽一伙 因此没有点心上交给大妈了 得罪了四皇可不好办 但陆飞怒怼大妈 说这里是老子的地盘 并向其宣战 让大妈在新世界等着 从此两人就结下了怨恨 第十一 冰火岛宴会 草帽阵营和斯摩格率领的 基败物支部将士们 打败凯撒团伙 并拯救了被拿去做实验的孩子们 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 但为正义而战 且胜利的喜悦却可以共鸣 三智用两年间学到的 99活力菜单 给大家做饭回血 海军起初并不想和海贼同流合污 但后面也忍不住喜欢上了草帽一伙 放下立场 大家举起酒杯 为正义和友谊干杯 第十二 德雷斯罗萨宴会 在征讨明歌一伙的途中 帮助草帽团的人越来越多 战斗胜利后 大家聚在一起 组成了有七个船长 共计5600多人的草帽大船团 船长们喝下节夜酒 从此只听陆飞一声号令 大家举杯狂欢后 又各自踏上新的成长之路 为之后干出一件 青史流明的大事件而准备着 第十三 左屋宴会 在陆飞他们和明歌殊死搏斗时 山智 纳美 乔巴 布鲁克 凯撒一伙人 最先来到左屋 这里早先被杰克袭击 受到严重破坏 但山智他们拯救了毛皮族 治疗了伤员 陆飞之后来到左屋 受到了毛皮族的热情招待 毛皮族用美食和卡鲁丘之礼 表达了对恩人们的谢意 狗类毛皮族因为最喜欢布鲁克 见面就是一顿啃 搞得布鲁克都有心理阴影了 每次战斗胜利后 陆飞都会和当地人一起狂欢 已经成了一项传统 而鬼岛战争胜利后 草帽团自然也不能少了一场盛大宴会 到时候凯多战败 大蛇倒台 平时连干净饭菜都吃不上的人们 终会迎来幸福生活的开始 顶上战争中的放海大队 顶上战争海军这边 虽然是顶配阵容豪华排面 但最后海军可以说是白忙活一场 把陆飞放跑了 白胡子战死 但振振果实被抢了 One Piece是真实存在的 让八机给直播出去了 后患无穷 海军直接战略上大失败 顶配阵容根本是力没往一处死 那就不得不说到 各怀心思的放海大队了 海军这边虽造极来五个七五海 可女帝是来帮自己老公来的 明哥是来凑热脑的 碰到老沙 光想杀现小吃这事了 更没心思打架了 熊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 但除了事先让贝加旁克 给自己做了保护桑尼号的程序 是不是还安装了滑水的程序 总之熊本尊当时出镜的次数很少 莫莉亚被慎平秒 等同于全场滑水 鹰眼看起来是最卖力的一个 但仔细一看 全场都跟陆飞在那玩老鹰说小鸡 还赞叹陆飞 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 有把别人变成自己人的迷思气质 好记有红发一来 鹰眼给个面子就溜了 演技绝对在线 其中几个七五海总共打出的那些伤害 还几乎全扔在小奥兹身上了 其他时间真就是各玩各的 再就是三大将 这三个人正义官各不一样 中途打得热火朝天 三个人还在那互相吐槽呢 一开始青智黄元身先士卒 率先去和白胡子对剑 赤犬一看 行这俩哥们能处 有事真上啊 结果等后面赤犬跟白胡子对剑 让白胡子逮住一顿猛锤 青智黄元这俩人 早就闪得远远的找不到人影了 别说他俩了 卡普战国也在那看戏啊 如果单看青智和黄元 他俩就已经很眼了 而如果把青智和黄元两人的行为 结合起来看 那他俩这个双黄真是眼绝了 青智最开始被白胡子震了一下 下来把内弯冻结了 这个战术明显对海贼方更有利 白胡子的船虽然不能动了 但白胡子他们既然来了 救不出艾斯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困兽之斗只会更顽强 黄元呢跟马尔科对线 明显感觉黄元是自己翻回去的 退一步说 黄元是被马哥踢下去的 关键黄元落地还自爆了 反正黄元没把马哥怎么样 倒是把自家的墙给炸塌了一块 这一波就是青智铺路黄元拆墙 他俩早就看赤犬不顺眼了 后面除了奥兹压住了一块包围币 青智的兵还阻碍了包围币的身体 耽误了很多时间 赤犬吐槽青智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陆飞直面三大将的时候也是 赤犬刚想动手 黄元光速过去 接着就是一脚把陆飞给踢得远远的 后面也是 青智拦着赤犬 主动跟陆飞对线 能秒不秒 还跟陆飞说卡普对自己有恩什么的 然后在事先察觉的情况下 一脚让马哥给踹掉线了 两人一左一右 很长一段时间 硬是让赤犬没摸到过陆飞 怎么看怎么像是保护少主行为 接下来就要欣赏 双大将的组合大招摁不住一艘潜艇了 要知道 当时青智在长链岛 可以轻松冻住很大一片海域 黄元后来大招描则法 也是一点不手软吧 而顶上战争呢 青智把罗的潜艇碾到了最大马力 黄元大招接上 直接把青智的兵全给干碎了 关键苗潜艇那是一发没中啊 两人一前一后完美配合 这下海军想追都追不上了 完事黄元还在那说风凉话 说要是这样都能给他跑了 那只能怪我的剑文字太牛 哦不 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好了 把满脸是写的赤犬都给整无语了 也是绝了 卡普和战国两人的操作 前后相比演得更过分 两人面对面 居然拦不住一个两年前的陆飞 这真是比青智黄元的大招 还离了个大谱 完了 卡普还开启队友伤害 要揍赤犬 战国的能力 明明能和郑郑果实有一战之力 但赤犬被白胡子揍的时候 战国却六神装挂机 赤犬脏活累活 挨骂的活是全干了 打完之后 战国还推荐了青智当元帅 赤犬当时就感觉太他妈难了 一个人在对抗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在演他 所以卡普 战国 青智 黄元 赤犬 五黑 一个真心想晋级的人 加四个演员 海军到最后真没占到什么便宜 陆飞的无上大拖海 穿上拖海跑跑跳跳有之多不便 但陆飞显然已经和他的这双人字拖 合二为一了 而且陆飞的拖鞋 不光能用来打架 也能用来代替手来鼓掌 还能当储备粮 饿得不行的陆飞 差点把拖鞋给吃了 不过经历了一些战斗后 陆飞的拖鞋不是没损坏过 曾经就被老杀给杀化过 但后来陆飞又有了一双一模一样的 在还没有练出无上大黑拖之前 这也实属正常 第二双拖鞋 也是陆飞冒险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之一 而这双拖鞋也有着傲人的战绩 在陆飞还不会武装色霸气的时候 不管对面是敌人的刀剑 还是CP9的铁块 又或是直面海军三大将 陆飞的拖鞋总是身先士卒 对手很强 但也感同恶鬼正高下 经历了两年修炼 陆飞的实力完成质变 这双拖鞋也跟他一起成长了很多 在德雷斯罗萨 罗即将丧命于明哥的痘痘鞋之下时 陆飞及时挡住明哥一脚 罗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只再熟悉不过的拖鞋 此刻 凶猛的霸王色开始对撞 气魄炸裂 两人却微然不动 呈现了经典名场面之一 而后陆飞开启四挡 这里有个穿帮操作 陆飞之前甩掉了拖鞋 但这一段 拖鞋一会儿在脚上 一会儿不在脚上 就很迷 就当是邪灵 执意要和主人共战强敌吧 接下来 往明哥脸上踹的时候 陆飞不忘给拖鞋 附上了武装色硬化 或有无上大黑拖的潜力 明哥即便硬化防御 也抵挡不住 连明哥吐出来的血 都是强大的强字 也感叹这拖鞋是真牛逼 拖鞋在明哥面前显神威厚 又在大将藤虎面前 展示勇气 面对藤虎的中立刀 丝毫没有畏惧 直面锋刃 在卡二的土龙 即将突到陆飞脸上时 拖鞋配合陆飞双脚倔强的咬合力 死死前驻卡二的土龙 陆飞趁着卡二蒙逼 赶紧灵活脱身 此时 陆飞的拖鞋已经血战过CP9 直面过三大将 怒踹过七五海 硬怼藤虎细刷卡二 在陆飞成为海贼王的路上 他当然还要有一场关键之战 战胜四皇 陆飞在拖鞋上 附上刚学会的霸王色缠绕 怒踹凯老师的八斋戒 实现与四皇隔空打 这双拖鞋完成了和四皇的正面交锋 而后更是一脚踹脸 打得凯老师都醒久了 一脚又踹肚皮 凯多又是一口老血 这是一双给过四皇重击的拖鞋 陆飞当上海贼王之后 陆飞会被人记住 用他成王的伙伴们会被人记住 那顶代表意志传承的草帽会被人记住 被铭记的 应该还有陆飞脚下这双拖鞋 毕竟和那顶草帽一样 这是一双和海贼王出生入死的拖鞋 陆飞和斯莫格的暧昧关系 曾经常常把斯莫格和陆飞的关系 比成是当代卡普和罗杰 但是后来这个模式就不攻自破了 斯莫格新世界四连贵 过于拉垮 实力早就跟不上陆飞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点是 感情上的化学反应 斯莫格表面上立场很坚定 但是他对草帽阵营的人 网开一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拎得清善恶 也是斯莫格很可贵的魅力 同时陆飞也有让人 如果斯莫格不是挂着海军的身份 甚至早就具备了加入草帽团的资格了 所以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反正怎么着都得放水不是 从罗格镇开始 斯莫格原本下定决心 要让陆飞出人头地前 先让他人头落地 因此斯莫格一路追到伟大航路阿拉巴斯坦 机缘巧合下 陆飞斯莫格成了育友 跟陆飞成为育友 要么变成沙雕 要么变成自己人 很有可能是两样斗战 关键斯莫格一个海军 还跟陆飞当了两回育友 燕鬼再坚定 也不可能避免往自己人这个趋势发展 陆飞让索隆把斯莫格从水里捞出来 斯莫格认为陆飞并不坏 接着就还了这个人情 放走了草帽一伙 陆飞说并不讨厌斯莫格 此刻猛男斯莫格居然老脸一红害羞了 老沙被打败后 上面非要把功劳塞给斯莫格 斯莫格内心是很正的 既然不是自己打败了沙鳄鱼 几个老头子为了面子强行嘉奖 这让燕鬼反而对自己的上级很不满 之后没多久 在外出差的斯莫格 听闻了司法岛事件 表示早晚要把陆飞绳之以法 在顶上战争中 斯莫格一遇到陆飞 DNA就动了 逮住陆飞一顿猛烈输出 只不过女帝及时救场 陆飞才避免了开局五分钟 直接又被原路送回推进城的结局 在根本立场上 斯莫格还是那个狠人斯莫格 暂时没有太多变化 然后就是两年后 斯莫格被提拔为支部中将 第一次登场在渔人岛海域 先去了新世界 预判陆飞一定会来雷神岛 于是在这蹲点 结果陆飞阴差阳错去了冰火岛 斯莫格那是陆飞去哪他去哪 两年前他没抓到陆飞 两年后可不一样了 斯莫格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结果还没见到陆飞的面 就先让罗给干趴下了 心脏还被罗给夺走了 还被换了身体 战斗力下降 大家有元千里来相会 又一起蹲监狱 上次的草帽育友 有索隆 纳美 乌索普 这次是罗宾 弗兰 弗兰奇 罗 只有陆飞没有被换掉 果然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之后斯莫格跟罗做了妥协 斯莫格看似在海军和陆飞这边 不断摇摆 立场不坚定 其实一方面 恰好陆飞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符合斯莫格所贯彻的正义 三观对路 对事不对人 说白了 斯莫格一直都是在贯彻自己的正义 还因为实力太拉了 想找几个人撑场面 这个就不提了 坦结束 斯莫格得知路飞他们 从提纳眼皮子底下溜了 斯莫格语气里带着一丝高兴那一次 斯莫格多少对路飞有些好感 管他和谁合作呢 反正斯莫格他自己内心秉承的正义 没有变味就对了 所以这一配合不要紧 整个击败物海军 居然跟着一伙海贼调查黑幕解救人质 甚至出现了三智指挥着一批海军 解救人质突围的奇葩场面 后面 斯莫格故意用烟雾果实能力正面挨打 只为从维尔哥那里偷回罗的心脏 当然 燕鬼本来就打不过伟哥 这是事实 还不如发挥最后一点胜余价值 最后也成功帮助罗打败伟哥 战斗胜利后 海贼和击败物海军一起开宴会的场面 那真是其乐融融 伙计们都忍不住说 喜欢上了这帮海贼 斯莫格只是低头不语 很无奈 其实燕鬼想说 我他妈早就喜欢上他们了 达斯奇带着孩子们返乡 草帽一伙离开后 斯莫格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 凯撒被抓走 莫奈伟哥两个嫡系干部 舌在这里了 明哥不活扒了路飞和罗的皮 真是难解心头之恨 斯莫格无辜的成为了出气筒 是因为斯莫格死活也没说出 草帽一伙的去向 燕鬼这人是真的能处 之后斯莫格连酱油角色都谈不上了 已经掉线很久了 偶尔剧场版里出来风光一下 表面上说你们是海贼 我要逮捕你们 结果跟海贼革命军 一起联手对抗大boss的时候 军里分哥派和鹰派 哥派还不如叫青草帽派 毕竟卡普清智藤虎斯莫格的鸡败物等等 他们是只对草帽团哥 而斯莫格和路飞的合作履历 也足以成为青草帽派里 资历最丰富多彩的一个了 海贼王中颜值变化最大的十个人 海贼王中有因为各种原因变好看的人 也有变得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的 颜值垮了并不在年龄 有些是因为伟田的恶趣味 比如可可罗婆婆 她是出生在鱼人岛的人鱼 鱼人岛最不缺的就是美人鱼 不过可可罗婆婆也太两极反转了 当时的确是破坏了山智对人鱼的幻想 不仅如此 其他伙伴也多少有些不能接受 其实那只是他们没见过 年轻时的可可罗小姐姐 那怎么说也是鱼人岛数一数二的美貌了 四皇大妈 在战国的回忆中 大妈的身材很好 她小时候虽然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应该只是婴儿肥吧 长相倒是挺可爱 长开一点就好了 SBS中算是对大妈年轻时颜值的认可 大妈的颜值巅峰期在28岁左右 之后可能是加速生孩子 导致身材严重走样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疯婆子 但灵灵曾经也辉煌过 何之国小忍 她是个有着酥酥果实能力的 二头身的女人者 当时破坏了山智对神秘女人者的幻想 不过阿忍被称为迷人的女人者 男人杀手 她曾经确实有着符合这般称号的容貌 身材以及双马尾 可如今的变化 还是不禁让人可惜 特别篇三地二外中 邦迪瓦尔德的传医奈琴 真实年龄80岁 以卡普战国他们还大 不过她通过药物 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 不能说是多么的倾国倾城 但相比她没有使用药物时的样子 那也算是天壤之别了 加尔莫罗修女 其实修女正常情况下还好 但她真配不上 美人在鼓不在鼻这句话 毕竟修女背地里是个人贩子 肚子里的坏水可多了 但不得不说 修女年轻时候的颜值 真的挺不错 不仅很郁 看起来倒还很有正义感 女帝身边那个橙色头发的三妹 在女帝的过往故事中 三妹不管是童年时期 还是少女时代 看得出来 都是往正常路线上发展的 有越来越漂亮的趋势 直到被泰格救出来后也是 但不知道她后来经历了什么 突然变得粗犷了那么多 身材上也是天翻地覆 就很迷 山贼达旦 在达旦有一次做梦的时候 梦里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自己 虽然说是在做梦 不过这种套路见多了 就怀疑达旦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意想不到的长相 没准这真是达旦梦回少女时代呢 也不一定 树枝布雷 布雷小时候看起来非常可爱 如果正常发育会很有特点 但不至于不好看 可她长大后呢 就像陆飞第一次见布雷的反应一样 这是啥玩意儿 那跟树枝为什么会说话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是因为种种原因 实现了颜值飞跃的 比如剧情中两个月变帅哥的克比 他算是陆飞出海后的第一个朋友 当时克比只能说是显得很呆 之后克比被卡普收了 并努力锻炼身体 从气质上就开始变了 在水之都和陆飞再次见面 克比长高了变帅了 只能说海贼王中的发育体系 和现实差别很大 打击速也不见得能这么快 两年后变得更成熟了 六四体数游刃有余 除了武装色霸气 他的剑纹色霸气更是潜力很大 虽然那点稚嫩的气质还在 但已经是和最开始 以及当逃兵王那会儿 偏壤之别了 亚尔丽塔 他应该是海贼王中 人生逆袭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一个野蛮大婶 吃了滑滑果实 摇身一变成了万人迷 有了绝世美貌 和不需要保养的滑溜溜皮肤 能让陆飞称气为美女 在最强霸王色运气 巴基大臣手下混 堪称走上了人生巅峰 狄巴鲁 狄巴鲁以前确实丑 但他又很像三智 但三智明明很帅啊 可三智的那一版悬赏令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事 根本脱不开干系 三智在小一万那里 气得直接吐血 就是后话了 反正香波弟那会儿 三智千言万语 化成整形踢套餐 直接将狄巴鲁踢成帅哥 虽说很油 不过变化足够大 海贼王中 韦田最喜欢捧的六个人 第一 虽说主角在成长 他的老对手们也在成长 但当一个老面孔 再次登场后 突然变得看起来更厉害了 还是不禁让人感叹 我丢 他干了什么 变得这么牛逼了 可恶被他装到了 比如陆奇 韦田是真的喜欢捧陆奇 当时还是CP9的他 被陆飞二党 差点秃秃的没命了 斐烨故事里 被斯潘达姆甩锅 后被海军追捕 两年后登场摇身一变 一袭白衣 已然成了CP0的长官 CP0的人在鬼岛 打败了德雷克和三鬼 阿普逃跑 虽然不能说明CP0很强 但至少当时的CP9 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了 而且陆奇在世界会议期间 一脚把老蔡干飞了 怒摔灵活的小人族 老蔡好歹也是八宝水军栋梁 草帽大船团三号船当家的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只能说是卑鄙败物 单房住了老蔡 包括在韦田参与的剧场班里 陆奇出尽了风头 黄金城里 仗着头上有世界贵族 很不屑的命令赤犬 狂热行动中 萨伯斯摩格组合剂 干断巨型巴雷特一只手臂 陆奇后面一记蓝角 就彻底破坏了巨型巴雷特掉落的手臂 阻止了巴雷特再次合体 不光是在萨伯面前秀操作 还碰瓷鹰眼碎陨石的操作 陆奇被称为CP9800年来最强者 有很大潜力 但韦田捧他也是看出来了 第二 这个人身边很多人都比他有魅力 但他确实强 这人就是赤犬 赤犬的原型是演员坚园文泰 是韦田很喜欢的演员 捧自己的偶像也无可厚非 可以说顶上战争其中一个方面 也是为了更好的让赤犬展示 青智黄元在之前都陆续展示能力了 最后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残团 边上还混进了一个老沙 后面赤犬居然还拿下了一个队长 地震和火山喷发 都是破坏力超强的灾害 一个是白胡子的能力 另一个就是赤犬的 漫画中两人过招 虽然短暂 但更加的残酷 结果虽然都是赤犬被白胡子打入裂缝 但也可见赤犬才是海军方的主角 全场下来 三个大将两个衣服威脏 韦田是把MVP的战绩全让给赤犬了 然后就是赤犬和青智对决 看见他身上居然有着所有bug级别的配置 比如光月玉田 玉田有三色霸气 这是百万里挑衣 玉田有蜻蜓万物的能力 这可以媲美海贼王 还能看懂历史证文 因为这就是光月家族雕刻的文字 这个连罗杰都得靠他 最后也到达了拉夫德鲁 要不是罗杰白胡子在实力上能压玉田 感觉玉田身上的硬件 妥妥的海贼王配置 光月玉田和武士情节 也是贯穿整个和之国片的情感核心 草帽团之间的情感 反而不是最主要的了 何之国片的篇幅 远超之前任何一个篇章 足以看到韦田对何之国 和光月玉田的重视程度 第四 最开始虽然是在做坏事 但当他身上的魅力被挖掘出来后 他的魅力反而盖过了他以前的恶 比如老沙 老沙算是败的比较早 但后面韦田用匪业故事 以及单张匪业 对老沙的另一面的性格 做了一些小补充 比如怕水的老沙给一只八哥撑伞 在顶上战争中 老沙更是大放异彩 就气质这一块 拿捏的没毛病 之后老沙需要自载 偶尔出现就是在看报纸 老沙并没有被放弃 后面很有可能老沙还会登场 第五 在SBS中 韦田除了说过赤犬的原型 是自己的偶像外 印象中好像还说过喜欢巴基 没错 巴基靠着霸王色运气 屡屡封神 除了顶上战争开直播 当上七五海这事 巴基时常出现在白胡子的回忆中 和谈论中 往往和罗杰 卡普 战国 和红发等人一起出现 巴基大神的资历确实牛逼 韦田也是真的喜欢巴基 第六 成长速度碾压主角的黑胡子 从零赏金的霍霍 到二十二亿多赏金的四皇 顶上战争中 获得第二个果实能力 也有可能之后 能吸收第三个果实 最开始就是要把黑胡子 捧成最后的终极boss之一 再加上 简直是开挂般的 捡伙伴的操作 陆飞那种拿命换伙伴的 真就不算是开挂了 总的来看 韦田去捧一个人 除了个人情怀 也有剧情需要 但不得不说 塑造的都非常出彩 最吸引人的 终究还是这些人 他们本身的魅力